哈喽 你们好 我是林董 今天这一支影片会比较不一样 讲真的 其实这一件事情 真的是可以不关我的事情 我也可以不用去讲 不用去操了 可是真的 这样子的状况一发生了 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 我真的很想讲一些话 我也大概预测了 可能接下来的留言 会有人讲我趁热度啊 没有东西拍啊 拿这种东西来讲啊 是什么东西 我不管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种灵命啊 我真的很替那些人感到很心酸 我相信昨天你们应该有看到一则这样的这个新闻 我跟你讲啦 不是我看谁家个人啦 如果你真的有勇气要改变命运 我建议你不要去送餐啦 真的你学不到东西 你认识不到人 点外卖的人有几有钱 我会给他打吗 真的 我不要 我只能去做grab 我只能不能够 我去做grab 其实这两位帅哥美女啦 我看你们两个也是一表人才 狼才女貌 我感觉上你们想要表达的触发点 你们是想要激励年轻人啊 想要拼的朋友啊 想要尝试的朋友啊 想要打入这些梦想的话 然后加入你们团队啊 不大敢确定啦 我就不要乱乱下定论啦 可是你们的道德尊重完全没有道道标 你知道你们讲的这种东西 你们觉得你们直播讲起来很像很好笑这样 你看我的脸 哼 我长得更好笑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要拿来拍成一个影片来讲 因为我从小到现在我都是一种很不喜欢 不管是做哪一份工作都好 然后被贬低那种感觉 很像每次以前我们读书啊 我们身边的长辈啊都有跟我们讲过 以后你不好读书啊 你就会在社会倒垃圾啊 洗碗这种东西 我真的很讨厌这种讲法的 这根本是一个很错误的做法你知道吗 因为每一种行业 都有他们的辛衰跟他们的辛苦 你知道吗 行行出状元 然后这个影片这个帅一个美女呢 我昨天看到Facebook里面的新闻 什么叫做价格的很不好 送餐的很不好 点外卖的人也不一定极有钱 哇 你讲这句话真的 你要想一心啊咧 就算我们排除啦 不要讲我们点外卖的人啦 做送餐的人哪里得罪到你是不是 他们日晒雨淋 他们拼着他们的生命这样子来送餐到我们家门口 就是为了填饱你的肚子 你有想过吗 不可能你出门驾车没有看过他们那种 送great food啊还是送foodpanda啊 你看他们那种moto有些是很赶的 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去贬低人家的一种身份 人家的工作咧 人家不是脚踏实地做工人家骗到你前面 他们也是为了吃三餐 为了养家庭 为了自己养饱自己的肚子 我真的看好整个人烧起来 你不要去哪人家做great food来做比喻 讲卖鱼的卖鱼我那个听到有点拱拱 我不懂你在讲窩鬼啦 我真的为他们很心酸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餐 下大雨都好啊 你肚子饿你懒惰煮饭你要叫东西来吃 他们也是一样冒着生命危险 驾这么多 让你饿到肚子想要烧烧送到你家门口 他们还是赶着来送到你家前面 你也不懂吗是不是 他们做这种外卖也是为了养活家里 顶他们家里的经济 多一份收入多一笔钱 他们在讲的辛苦道 他们真的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又不骗又不偷又不抢 他们家great food 肚子有骗咩 骗什么东西 你叫了一个mcdonald来吃 你叫了三片炸鸡 你送到你家里每次只有收到两片 他们有偷吗 他们有偷你的食物来吃咩 他们有偷到你家的moto来 拿去送餐咩 他们有抢咩 哪个食物送到给你了 哇那mcdonald很想跟你抢回来 然后在家走掉他们自己吃 有咩没有啊 他们是在脚踏实地的做人 在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东西咧 你看点餐的也不是很有钱的人哦 哇这位美女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有想过你身边的人啊 他们只要其中有一个有点过餐的 这样子他们是不是很没有钱 他们从有钱也被你讲到没有钱 是这样的意思嘛 我知道我讲话没有什么粒水 我只是一个17k多的一个 普通的一个小平民帽 可是遇到这种状况 我真的是很忍不住 我真的很想发言一下 讲述我的想法 然后我希望 在看着这个影片的所有朋友们 不管是谁都好 真的每一个行业 都应该得到该有的尊重 真的很心酸 听到这种话题 真的很gag sim 你知道吗 gag sim啊 gag sim 你懂华语在我们吗 就gag sim咯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们那些工作 在我们社会 其实是一个隐形的英雄 你知道吗 没有扫地工人的话 你出门 你每次要拍story 我来到了这边 什么什么什么 拍街景 拍照片 你会拍到这样好看的照片吗 如果没有他们 满地都是树叶 都是香烟头 都是那种罐子 还是那种包装袋 满地都是垃圾 我跟你讲 你连下车都不敢下车 没有他们你会这样干净的路吗 没有吗 是不是 那讲什么 洗一碗啊 弯绕你去外面吃东西啊 你弄碗你 就是因为他们用他们的手 这样子去洗 洗到脱皮 生鲜 流血啊 对那种肥皂敏感啊 他们也是为了把碗洗得干净 那你们吃得干净 不会恶绕塞 然后不会食物中毒 也是为了给你们一个健康的着想 什么倒垃圾 你家里垃圾不到 如果真的没有倒垃圾的人 你只要自己驾车 拿着那个垃圾袋 走去垃圾厂地倒 你没有给他们讲一声感谢就算了 不要去贬低人家的工作 每一份行业都应该受到该有的尊重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每个人只要是不偷不想不骗 脚踏实际做工的人 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我们不要去讲多 我们也不要去讲什么东西 我今天讲的东西就到这边了 我希望这两位帅个美女 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过后 你们可以好好地去想一下 去尊重他们一下 就算你们举巴表达不出对他们的感恩 可是你们也要心存感激 他们是完全真的没有义务 要把食物平安稍稍把它送到你家门口的 他们是以尽他们责任的工作 我们应该要感谢他们 还有感谢所有为这个社会 在我们背后默默为我们付出的所有英雄 不管谁都好 所以当我们自己要受到尊敬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尊敬别人 所以以上我想要讲的东西 就是表达我个人立场的想法 希望你们都会明白 记得每一趟的工作 都应该得到他们该有的尊敬 Respect